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故事发生在1976年 方大强是一位卡车司机 他和他的妻子李元尼迎来了龙凤胎 方登和方达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7月的一天晚上 方大强回到家后在社区外的马路上 他和李元尼躲在卡车里亲热 可突然天空一片紫光闪过 地动山摇,地震了 人们如鼠般四处逃窜 二人连忙往家里跑救姐弟俩 方大强把想要去救废墟中的孩子的李元尼 一把推开,自己冲进废墟 楼房瞬间倒塌 方大强死于非命 李元尼在废墟的水泥板下 发现了自己的儿女 却被告知只能二选一 不选都得死 他悲痛欲绝地选择了救弟弟 弟弟因为伤势少了条胳膊 姐姐被当成尸体 放在了方大强尸体身边 解放军前来救援 姐姐方登却醒了过来 被一对军人夫妇收养了 还被带回了部队的家 方登因为妈妈的那句救弟弟 埋下痛楚的她不肯接受亲情 也不爱说话 随着养父王德卿的开导 方登开始上学 渐渐地也变得开朗 李元尼打算一个人养大独臂的儿子方达 可婆婆不放心 想带走儿子方达去济南好好生活 多亏姐姐的劝说 带走方达就是要了李元尼的命 最终说服了婆婆 留下了方达 十年后 李元尼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 找到好的归宿 但方达整天逃课去打零工挣钱 最后连考试资格也没有了 李元尼给死去的方大强和方登烧纸 不停地抱怨方达的不懂事 而方达随口一说 还不如救我姐被李元尼打了一个耳光 方达最后决定和朋友去外地打工 而方登也一心想学医 可养母董桂兰害怕养女上了大学就不会回来了 很反对她学医 最后在养父的支持下 上大学学医 并且两年没回家 养父前去寻找 恰好碰见了登三轮的方达 养父告知方登养母病危快不行了 方登这才赶忙回去见了养母最后一面 后来方登意外怀孕 退学后悄悄离开选择生下来 又一个十年过去 方达事业成功结了婚 带着媳妇看望母亲李元尼 让她一起回杭州住 可她舍不得丈夫和女儿不愿搬走 还是住着红砖房 而方登一个人当家教赚钱 当时怕养父担心 并和她断了联系 她找到养父道歉 一家人又团聚了 最后她与外国丈夫带着女儿离开了 去了国外 可直到后来 国内的又一场大地震 方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帮助 方达也带着自己的员工和救灾物资来救援 救灾途中 方登目睹一位母亲 为了不再让更多人受伤 而不得已锯掉女儿的腿 方登这么多年来 对母亲的怨恨消失了 在休息时 又巧合地遇见了弟弟 两人相认 两姐弟回到老家 看望母亲李元尼 其实这么多年来 李元尼对方登身怀愧疚 32年的等待与煎熬 终于画上了句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